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咱来说一种看起来特不真实的动物 就是山霄 为什么说山霄不真实呢 首先是因为它的颜色 大家都知道动物界可以说是五彩斑斓 各种颜色的动物都有 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艳丽的配色 甚至像是章鱼、墨鱼、变色龙这一类的 颜色变来变去也不奇怪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动物里面 基本上没有哺乳动物 眼花上最高等的动物哺乳动物这个类群 反倒是颜色非常匮乏 体色非常单调 搞来搞去也就是棕色、褐色 或者黑白灰这些个色系 总感觉涂里涂气的 会有这么个印象 那么这里面罕见的例外 就是今天这期的主角山霄 说山霄有多惊艳呢 就连达尔文都专门点评过 达尔文有本著作大家都知道 叫《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里面就专门提到了山霄 它是这么说的 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的体色 像成年雄性山霄那么奇特 那么这个评价 山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首先公山霄脑袋非常非常大 感觉大的都不成比例了 而且它们的脸特别扎眼 跟化了浓妆似的 一根鲜红色的鼻梁束在中间 把那张大长脸一分为二 然后两边的脸颊呢 不但鼓得比鼻梁还高 而且上面还有树条纹 有点像棒壳那种纹路 颜色你说是白的吧 但又有点泛蓝 有些还蓝特明显 然后下巴上再加上一圈黄色的山羊虎 感觉就跟花了个金巨脸谱似的 乍一看都不像是真的 就很厉害 另外再一个呢 它还不光是那张脸花手 就连屁股也特别花手 什么红色蓝色紫色都有 简直像个霓虹灯一样 真是要多夸张有多夸张 就这配色至少在哺乳动物里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了 当然了 公山肖这么浓妆艳魔 那也是有用意的 这个咱待会儿再详细说 另外像是他们的饮食习惯 社会关系 他们在狂野的非洲都有哪些天敌 还有山肖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些也都特别有意思 很值得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这期啊 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山肖 那么说山肖从身形啊 还有脸型来说啊 看起来有点像肺肺 它俩都是大长脸 口鼻部特别大那种的 然后体型大小也差不多 过去来说的话 也确实认为山肖是种肺肺 把它分在肺肺树来着 所以也叫它彩面肺肺 后来根据解剖结构 还有基因分析 这才发现它跟肺肺并不是一回事 所以又单列了一个树 叫山肖树 然后这山肖树呢 一共就俩五种 除了刚才说的花脸的山肖之外 还有一种叫黑面山肖 顾名思义啊 这家伙不是花脸 而是黑脸 看着跟鬼似的 所以当初在肺肺树的时候 也叫鬼肺 然后说山肖和肺肺的区别呢 其实也很明显 你就看一头一尾就可以 首先公山肖很明显 是吧 脸和屁股都是彩色的 一眼就能认出来 而且它们面颊 有骨头凸出来撑着 所以骨的更高更大 跟两片棒壳似的 很好识别 但母山肖和小山肖 它们那俩棒壳就小了很多 不过跟肺肺那张脸 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另外山肖和肺肺 还有个明显区别 就是尾巴 山肖的尾巴非常非常短小 只有不到十厘米 而且总朝天上那么掘着 看起来还有点可爱 然后肺肺尾巴呢 就要长很多 一般是在后面垂着 这点它俩明显不一样 那么虽然山肖和肺肺 不是同一属的 但是它俩是同一颗的 都来自林长木的猴颗 而且山肖还是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猴子 成年公山肖体长 大约是70到95厘米 接近一米了 体重能达到30多公斤 跟一条大型犬差不多 那么母山肖呢 就要小很多 体重差不多只有公山肖一半 而且它们脸上的颜色 也不像公山肖那么鲜艳 虽然偶尔也有红色 蓝色比较明显的 但绝大多数颜色都比较暗淡 总之跟公山肖差别非常大 也就是所谓的性别二态性 而且山肖这个性别二态性 在所有灵长类当中 是差别最大的 那么说到这儿 应该提一下 就是公山肖那么鲜艳的颜色 它是怎么来的 这里面其实很有玄机 首先它鼻梁和嘴唇的红色 包括屁股上的红色 这比较好理解 它来自于血液的红色 相当于是皮肤充血变红的 然后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蓝色怎么来的 有观众可能知道 就是真正的蓝色素 在自然界当中其实非常罕见 基本没有蓝色素 所以有些动物身上的蓝色是怎么回事呢 它主要是通过结构色实现的 比如之前墨鱼那期提到过 墨鱼变色的原理是有三层细胞 其中那层红彩细胞 就是利用微观结构 利用光的反射和散射来产生的蓝色 另外像是鸟类 昆虫 还有鱼类 有些身上也有蓝色 这些也都是利用羽毛 或者鳞片 或者外骨骼表面的微观结构 反射和散射自然光产生的 所以你看哺乳动物身上 为什么很少有蓝色 大家就明白了 是吧 就因为它们的毛发 还有皮肤 不太容易产生这样的微观结构 而且蓝色也不会带来明显的生存优势 所以才很少有蓝色的哺乳动物 它是这么回事 不过到了山霄这儿呢 终于有新技术 打开新局面了 说山霄的脸和屁股 有些特殊的胶原纤维 这些胶原纤维排列的非常规则 导致它只能反射特定波长的光 也就是蓝光 这样山霄就能让皮肤出现蓝色了 是这个道理 相当于也是一种结构色 而且除了山霄之外 其实猴科还有少数几种猴子 也有蓝色的皮肤 比如非洲有种绿猴 局部特征就非常明显 好家伙搞了个鲜艳的红蓝配色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不过特别招母猴子喜欢 然后再比如中国的金丝猴 脸上也会透出一些蓝色 它们这些蓝色跟山霄一样 也都是特殊的胶原纤维造成的 原理差不多 不过这个技术 在哺乳动物当中 还是非常稀有的 那么公山霄的颜色怎么来的 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们为什么要浓妆艳抹呢 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咱接着往下说 说山霄的原产地在非洲 不过它们野生种群的范围 其实非常非常局限 就只有大西向沿岸 靠近赤道那一点点地方 也就是喀梅隆南部 加棚到刚果那片热带雨林 全世界就只有这儿 有野生的山霄 其他地方都没有 然后说山霄的习性 喜欢群居生活 而且说它们的群落规模 是所有灵长类当中最大的 一群上百只都是常有的事 甚至还发现有上千只的 就很离谱 然后平时这里面绝大多数 都是母山霄和小山霄 成年公山霄去哪了呢 它们喜欢独来独往 过独居生活 只有到了交配季节 它们才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看有没有交配机会 也就是说山霄每年的配偶关系 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配偶关系不固定 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母山霄们 每年都要来一次择偶 但是择偶的标准不是别的 就看谁更鲜艳 因为公山霄脸上和屁股上的 颜色越鲜艳 就意味着它雄性激素水平越高 这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雄激素水平高的山霄 自然也就更健康 更强壮 所以母山霄择偶的时候 主要看的就是颜色 这就是公山霄们 一个个都要浓妆艳抹的原因 然后那些长得更鲜艳 更强壮的雄性 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 一般来说都得8到10岁以上 才能达到足够的鲜艳程度 才有竞争力 而且雄性之间争地位的时候 往往也是面对面吼两声 比比谁颜色更鲜艳就可以了 黯然失色那位自然就会退出去 一般不需要通过打架来决胜服务 那么公山霄一旦获得了主导地位 就会成为群体的首领 比如群里有人打架了 或者其他公山霄上门挑衅 他就会冲上去 然后尤其是他制止打架 处理矛盾 有几个动作很特别 比如说点头 点点头就代表让大家冷静下来 然后还有个刺牙咧嘴的表情 看起来很凶 其实竟然是友善的表现 相当于在做鬼脸一样 这个还挺有意思 另外像大家去哪找吃的 去哪休息 也都听他指挥 所以这时候 他那个霓虹屁股就派上用场了 山霄群在雨林里穿梭的时候 他就跟灯塔一样 非常显眼 有这么个妙用 那么虽然首领山霄很强壮 看起来很霸道 但其实在交配这块 还是雌性们说了算 比如动物学家们曾经观察过 就是如果首领山霄 动作太粗暴 不友善的话 有些雌性就会偷偷溜出去 跟附近其他雄性交配 甚至有时候地位高的几只雌性 会联合起来 把暴君给驱逐掉 直接换人 所以说真正掌控山霄群的 仍然是世世代代 都在群里的母山霄们 农庄艳抹的龚山霄 只不过是交配季节的过客而已 每年都要通过选秀才能留下来 而且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可以换掉了 这就是龚山霄的宿命 那么山霄作为一种猴子 它和其他猴子一样 也是杂食性动物 如果你看龚山霄那两对全齿的话 可能会以为它们很凶猛 经常捕猎其他动物 其实并不是 其实山霄绝大部分食物 都是素食 种类差不多有100多种 比如在家棚 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因为家棚也是 现存山霄最多的国家 所以开展研究比较多 当时专门调查了山霄的食性 发现它们食物当中 有50.7%是各种植物的果实 26%是种子 然后嫩叶子 树髓花朵之类的 占了17.7% 最后动物性饮食 只有4.1%左右 聊生于无那种的 一般也就是蚂蚁 蟋蟀 蜘蛛 蜗牛之类的 顶多偶尔逮个老鼠 就算是开了大婚了 主要还是以吃素为主 所以这些大家子 要想吃饱肚子 那也得有足够大的领地 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 比如家棚的 洛沛国家公园里面 有一群山霄 大约700只 它们的活动范围 竟然差不多有182平方公里 所以大片的完整的栖息地 对山霄种群来说 就太重要了 为了寻找食物 说山霄群 每天迁徙的距离 能超过10公里 除了晚上到树上睡觉之外 大部分时间 是在地面上找吃的 主要就是扒了落叶层 找掉在里面的果实和种子 所以雨林里 哪儿的果子熟了 哪儿开始凋落种子了 它们都会积在脑子里 就跟脑子里有张地图一样 这样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 好了 说完了山霄的饮食 再说天敌 那么狂野的非洲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大型不是的 不过刚才也说了 就是山霄的栖息地 本来范围也不大 那片雨林 有确凿证据 会捕杀山霄的天敌 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花豹 一个是人类 其他像是非洲野莽 非洲灌雕这些 都算是潜在的不是者 就是说山霄的栖息地里面 有它们 但是不确定 它们会不会不是山霄 是这么个概念 然后山霄的两大天敌里面 其实花豹也不一定 能稳定捕猎山霄 尤其是成年宫山霄 花豹未必打得过它们 而且再加上花豹 本身在本地也没多少了 所以真正能威胁到 山霄种群数量的 其实就是人类 一个是人类开发雨林 破坏了山霄的栖息地 在一个当地原住民 也有猎杀山霄吃肉的习惯 所以山霄的数量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目前是异为物种 至于具体数目的话 因为雨林太茂密 不好统计 所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有估计说几千只 到几万只都有可能 总之情况并不是很清晰 不过不管怎么说 减少对雨林的开发 尽量给它们多留点栖息地 已经是刻不融化了 那么有个事 大家可能会好奇 就是山霄这个中文名 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管一种非洲猴子 叫山霄呢 有点奇怪是吧 其实这个名字 是从中国的神话传说里 借用的 说中国的传说里 有一种怪物 就叫山霄 也叫独角鬼 是一种人面猴身 而且只有一条腿的怪物 那么关于它的描述呢 比如唐代的广义记里 是这么说的 说山霄者岭南所在有之 雄者为之山公 必求金钱 御辞者为之山姑 必求脂粉 也就是说这种怪物 喜欢在山里拦路抢劫 公的喜欢抢钱 母的喜欢抢胭脂水粉之类的 有这么个习惯 然后当初中国 刚接触山霄的时候 一看他们脸上 那可不就跟抹了脂粉 化了妆一样是吧 所以自然而然 就连想到山霄这种怪物了 可能是这么回事 然后再一个山霄的学名 也挺有意思 叫Sphinx 斯芬克斯 也就是古埃及的 狮身人面怪 而且你想想看 其实也很贴切 是吧 因为成年公山霄的身形 尤其是头上那些棕毛 确实有点雄狮的感觉 然后面颊呢 又像是人脸化了妆一样 甚至我总觉得 它跟谁呢 跟AD有点妆脸 不知道看球的朋友 有没有同感 感觉还蛮像的 总之确实有点 狮身人面的意思 所以说 山霄这种动物 不论是颜色 还是长相 说它是世界上 第二奇特的灵长类动物 可以说没什么争议了 好了 山霄的故事先说到这儿 那么这个选题 其实也是之前 有观众提到的 所以大家还想听 什么动物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吧 另外最后呢 还是宣传一下 会员频道 现在你只需要 两瓶可乐的价钱 就可以了解更多资讯 增长更多见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り